Y2K CONCERT 但她有一種以為自己的POP是濕了 她上完粉之後 一秒你摸她是安心的POP 有熱和要等會適合你 今天是對方人家變得很強烈 你不想起作火 但沒有 deter你 像這個零來搶劑 來有情無法不思議 你在这边 睡在会儿睡的 她在一边 开心吧 对 她看她说 有一点 她跟有一点 她刚坐在的 还有一点 她 퉁了 她姐姐 这叫我 她刚刚地 她快点 她是 她有点 我现在看得很 zipper 所以我們稍等一等 Hi,我是Jenry防花 沒錯,今天也是一個非常隨意的Vlog 由我這個瘦的樣子 再加上喝一個精心泡淨的咖啡 跟大家開始今天的 最近除了內外夾攻減肥 其實有很多方面都在重恨自己 無論是mental,physically 放了很多時間心機在自己身上 看上一條片減肥是一樣 要健康地減的一樣 才是最難的 因為你要再訓練你身體的 身層代謝、肌肉率、皮膚 各樣東西我都很好地去做護膚 除了自己家居護膚 最近也做了很多facial 當然是去beyou做的 身層清潔、保濕、豬氧 也有做到一些拉提 讓自己的輪廓面部線條更加好 當然是要配合運動、喝水 喝水這件事一直都是我的困擾 但是這一期是真的很努力地為了取悅自己 令到自己看自己的時候會覺得開心 而去做的所有改變和努力 所以不難看到其實我這件衣服已經鬆了 第一堂的時候我也是穿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那時候是貼著的 但現在已經鬆了 待會我就會去PT Session 然後還要洗澡 可能就會去Arteverse的concert 但現在的天氣都不知道會是怎樣的 所以要看生點 看看它的情況是怎樣的 才會再決定究竟去哪裡 晚上就會和一些很好的朋友一起吃飯 Anyway我現在就一直化妝 最近都在用April Skin的Tone Up Skin Tint 因為它是有SPF50加和PA4加 它是很簡單的塗上面 然後就可以完全幫你 Tone Up你的膚色輪廓 塗了出來是超級無敵意推的 很容易就已經推開了 然後再blend into your skin 你看到是很透薄 我那些青筋還是很明顯的看到 但它是完全這樣 令到你的皮膚變得很靜白 很漂亮 很通透 而且它一點都不黏的 塗了上去之後 完全不是黏黏黏的防曬的感覺 看不見到分別 這邊是塗了的 然後這邊是沒有塗的 我遮光 其實你也看到兩邊的分別很大 這邊是很泛紅 但這一邊其實是很透薄的 我上面的額頭都還沒塗 你已經看到上下的分別和左右的分別 是真的超透薄 之餘是幫你Tone Up了整塊臉的膚色 還有遮蓋了你的紅印 那這一面呢 我就嘗試用它們這個beauty sponge去塗 是會再透薄一點的 塗上眼皮給你看 那妝呢 我應該不會化得很厲害 因為我要去做PT先 所以呢 現在就快速戴上一副Cone 讓大家看看我等一會 會換的一個outfit 是Y2K concept 這條橙色的花花褲 那個Pattern是終極Y2K 之後呢 頭部也是橙色的 現在我就準備去做Drym了 PT見 PT見 大家看看我的樣子 我吃了一個NAD 所以現在有一個NAS IN FLUSH 好像醉了我似是紅了 全身 但是應該過10分鐘左右就會退 但是每一次吃都是這樣 每一次吃都是會紅色 好 可以 然後 好 如果 講得是 Ga Itsuka 叶えたい 夢があるから 君のドラマー 羽根を広げ 冷たい顔の奇跡も きっとまた笑ってくれるかな 君のドラマーが出てくれて見る 你們都可以做得到嗎? 我們是勝利之神的 現在已經上完PT了 讓大家看看我的妝容 不算溶得很厉害 不過跟剛才上妝的時候差不多 但現在換了衣服之後 今天的活動是會完事進行的 所以現在就要再補妝 化妝後再設定頭 就會Y2K 出動了 整個化妝袋 收拾了東西 現在就用這個 陳昌超喜歡用的 基本上每天化妝都會用這個粉 這個粉是超棒的 放進一個隙間 是不是在這裡呢 按一下它拿的粉 我會再弄鬆它 然後它最有趣的是 它有一種以為自己的衣服是濕了 還是什麼的 它是有一個清涼的感覺 但其實上完粉之後 一秒摸它是乾爽的 但你感覺是很濕潤 有一種滋潤的感覺 一邊現在是上了粉補了 這一邊是未補的 你看到很多分別 因為它的感覺是濕潤濕 但是摸上去它又真的完全沒有東西的 是爽的 乾爽的 我帶了很多一些閃的產品 等待會再用 首先我應該會選哪個顏色 哪個顏色配搭我 可能是這個 一塗上去就搞定 就好像很有Dimension 超方便 然後趁我今天橙通的 Y2K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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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3K7 Y3K6 Y3K6 Y4K7 Y3K9 Y4K6 Y4K8 Y4K8 Y4K7 Y4K9 Y2K8 Y4K7 我们现在已经吃了一个小时的小时 我们现在吃了一个小时的小时的小时 我們來試試吧 現在已經上早了 要先去register拿票 現在來到 現在來到 我們在熊熊的部份 最靚仔的人是我 你看 夠不夠閃 我閃在哪 我們現在就要餵熊熊 再加這個 好 不要理會他們 哈哈 哇 來吧 這是什麼 那是什麼 你看我的朋友 是白痴 几秒后 i-ri-ri-ri-bi-bi-go oh yeah 波特波特沙沙沙 無所謂的水果 沙沙沙 波特波特 Hello 我已經回到我家 我想說真的 很級無敵累 今天是過了一個非常充實的一天 在Artivis的地點之後 我已經脫光了 一路去吃飯的地方 一路脫光了所有東西 但真的很冷 因為有落很大雨 然後就拿回我之前做Gym的衣服 再拿回自己的飯 之後我還走了去唱K 找回阿波特 之後唱K唱到差不多一時多兩時 我就早走 我真的投降 我真的回家 要不然第二天真的起不了身 去陪我的契女逛街街 所以就回來了 妝容其實都溶得七七八八 眼影也沒什麼 但那些閃粉也還在 因為眉毛膏了 所以都OK 嘴唇也沒什麼 但可以看看我的底妝 好像還是很充實 而且鼻翼好像有個Kick 但兩邊都沒什麼Kick粉 因為我真的超級無敵 中間我只是補過一次 做完Gym之後去補妝 又用過April Skin的碎粉去補一補 壓著汗和油 之後都沒有補過了 又淋雨 之後又吃飯又唱K 我覺得她的表現都是非常良好 大家看到她沒有什麼乾紋 有一點點 可能真的有凸雨 但如果我想說是以凸雨 然後出汗 補過一次粉的狀況 我覺得都非常之好 大家也看不到我 臉色暗沉了 還是跟我身體的顏色一致 剛才喝了很多水 然後素材已經吃光了 我唱Kick的時候 連Corn也已經脫下了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看到 我現在的狀態是非常之良好 應該說是開心很多人 出回去很多 做很多戶外的活動 也好 不戶外見朋友的活動 也好 真的多了很多 而不會回到家就已經要死去 又或者是要睡三五七天 才可以回復 見朋友也挺開心 之後又有一些很特別的活動 可以一起去做 創造一些質素的記憶 給大家 所以 身體又好好的被照顧 皮膚也好好的被照顧 心態或者心情來說 也好很多 回復很多 而身邊的朋友 家人都繼續是非常疼自己 都挺喜歡這個狀態的自己 當然可以更好 但是我覺得 現在慢慢慢慢 去找回所有的 令到我可以開心 也找到一個平衡 挺欣慰的 因為真的 找回自己 應該要怎樣 去走這條路 很難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目標的 你們是怎樣想的 但是當初 真的覺得 什麼叫路 為什麼要走路 什麼叫人生的道路 什麼叫人生 真的是 no clue 個人是失敗到爆 現在是覺得 要令到自己開心 就會在有限的生命裡面 可以 experience 到很多 才會找到 屬於你開心的方法 有人說 或者書都說 人生的定義 是你自己給自己 你自己才可以定義 而我這一刻 我感受到的人生的定義 就是 你由自己 勇敢走出那一步 去接受一些新事物 或者去嘗試一些新事物 從很多不同的活動 或者事情當中 去發現 有樂趣 那就可以繼續 令到你人生有樂趣 所以 我接下來的人生 應該都會 多些嘗試不同的新事物 當然是在自己生理 和心理的狀態 都良好的情況下 才會去嘗試新事物 你不要在自己 很低的時候 逼自己去嘗試一些新事物 你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令到自己的體力 恢復到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會有那個力量 去嘗試新事物的時候 已經是 走了人生很重要的一步 所以 如果大家都跟我一樣 很迷惘 或者是 好像我之前 很 不知道自己 為了什麼 或者是 很不知道自己的路 應該怎麼走 的話 真的不需要 首先 你要把焦點去自己 當然 你要有一個決定 是想去 治好自己 只要你 照顧好自己的 新心靈 很抽象地說 就是 你人生的道路 本身是 一大片的霧霾在前面 你會發現 你照顧自己之後 那層霧會 慢慢慢慢 散 就算它不散也好 你會看到 有一大片光 或者有一絲光 都會有一絲光 照著某一條路 然後 那條路 那一盞燈去行 這樣 你會慢慢慢慢 走出 屬於自己的道路 正在 走著一個 很大的路上 我都依然是 到處地跌 到處地坐 還有些時候 會 自己的狀態 掉回去 但 你會知道自己 你休息完就有力量去繼續走 有時候你不知道自己要找些什麼 但你要先走 你才會慢慢知道自己 應該要找什麼 你會經過自己經歷的不同的事情 會有頭緒 總之Focus就現在回到自己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非常好的離職碑 好了 我不再說那麼多廢話 已經好東西了 我現在要去卸妝洗澡 睡覺 在日子的身體的天空溪流 虛洪 待會大家收看這條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掰掰